我去往国家博镇的镇 王国镇 来自于来临经典的管理体系服务部门 我负责南中国区的 参加以南的A5管理工作 其中一个A5托载也是我今天要在工作 所以我今天非常有心在我们GreenMark这个大的系统里面 让我们管理体系能够参与到你们来 那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两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讲的是探浮镜 刚刚讲了一个我们就能够里介绍的探浮镜部分 第二个是我们叫再生产材料的验证部分 那这个呢是在我们的我们以往就是已经 颁布的GreenMark的系统里面 所以也是中央的一个环境 作为一个系统一环的我们刚刚说我们的探浮镜 第二个是我们的再生产验证部分 那这个我们来说是关联体系服务的范畴 而我们也希望这两个方面的服务能够 从系统方面以及解决我们 或者说我们回GreenMark这方面的 有一定的指导主流方法 那现在呢 刚刚讲了很多朋友在讲了一个可持续发展 这个讲了很多次了 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它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各位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可持续发展是Stability 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目标是什么 有没有哪位我们的朋友跟我讲一下 就是可持续发展 究竟包括什么样的概念 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讲了很多啊 实际可持续发展突然有很多的 你们有没有听出一个叫AA签的GIA的报告 就是这个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这里面对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说 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的目标是 满足我们当代人的需要 就是我们在座的国需要 是不是 又对未来的 就是我们下一代 对下一代未来的人的 这个构成任何危害的能力 达到这样的 效果才有可持续发展 比如说 现在我们经常讲的那些东西 讲的我们最近吃的东西 比如说 什么交道的问题 是不是啊 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 我们这些重与所与 已经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是不是满足我们本身的需要呢 肯定不满足 是不是 会产生这些疾病 在我们肾脏里面会累积 肝脏里面会累积 肝脏里面会累积 那同时呢 由于我们身体 发生变异以后 会带来一些基因方面的变化 我们经常说 基因变化 对我们的下一代呢 肝脏里面会遭到危害了 是不是 这些 这些不叫可持续发展 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所发展 就是说 我们今天从绿球的概念来 谈来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刚才讲的 都说于可持续发展 包括了 其中一部分 包括产品的 包括管理机器的 以及包括我们社会责任 这 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 综合的东西 才能满足我们的 可持续发展的 这种最终目的 那我们来一步是推特的 Grainmark 重点也是希望把这个 然后整个公司资源 满足 形成一个整合的服务给大家 他知道我们Grainmark 他对社会的影响 以及对我们人类的贡献 达到真正达到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目的 那我们这里的地方 以前呢 就是我们今天 来了很多同事 我看到有很多 叫安全检查部门 叫合规部门 是不是啊 都产品认真的部门 是不是 那目的是什么 就是最终的目的 质量也好 这个合规也好 最终目的是什么 满足到当地的法律大法教育 你做C认证是不是 做GS认证 你做我们中国的3C认证 目的呢 就是合规 但是合规够够 那最近不是有茶叶的问题 是不是 那我现在讲的一段 都是把我们生命的事情 想结合在一起 茶叶 中国的国家高准 比较高 是吧 但是国家的高准 比较低 那 農到茶叶高的那些 茶叶呢 就留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体里面 那叫 合不合规 合规是不是 满足到我们中国人的身上 体质的需要 也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 但是不是考虑到 我们对人类的贡献 以及体现这个企业 对社会中的企业公民来说 对社会的贡献 能不能被所有的国家 还有相关的一些 特别是发达国家 还有我们持续的消费者 对我们的 对这个 产品 对这个企业的认知 所以慢慢的 我们要把 转变我们的思路 我们作为企业来说 要不单单 要盈利 不单单合规 还要 把这些 合规和盈利的国事 转换为对社会的 一些贡献 这些贡献 才能真正的让我们说 就是valued added 真正的东西 从这里来讲 我们关于碳管理法 以及我们的能源管理 这些部分 都是我们 从合规转为 此时可思去发展 形成真正的商业价值 让我们 为更美好的未来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对于碳图记来说 碳图记是 直径衡量 稍微积过一个气候 气候变化的 一个温度 一个温量指标 那以前我们经常感觉到 天气 20天气 越来越多 那今年 那前几天 是吧 就是我们 深圳有很多地方 自己淹淹啊 广州很多地方淹啊 是不是 但是北方 你看 温度 昨天 石家庄可以达到37度 今天广州到了35度 气候的变化 不是我们想控制住 这个 能力可以 可以控制住 所以我们 这个 感觉到 现在 在气候的变化 是不需要我们去 负责相关的责任的时候 从我们来说 我们就要从身边的小事 点点作息 那以前呢 我们感觉 凭感觉 来看成天气变化 那现在呢 慢慢来做到 我们有些 好的办法 好的工具 好的体系 好的管理 来解决这个 我们的能力 的安全程度 所以 要要它的排放量 涵量 可以管理的影响 所以 因为量化的指标的话 那我们就好 有管理的 所以我们形成一个叫 14.64的管理体系 就是温度器的 台湾管理体系 有探索机 ISO-1067 PAS-2050 等等 这些有关 碳管理的指标 那通过这些 探索机的管理 然后实际这些 减排的机会 以及 我们追踪一下 这种对于企业来说 对于产品来说 它进行变化的趋势 减排有什么好处呢 我要把它排放少了 因为意义的 变化是什么东西 我的能源消耗少了 是不是 那我的产品 每年它的用水量 就是说 使用水的 数量少了 我的 排放排量的 少了 说明这些产品呢 有可能有 反保力 有机能的 等等 这些呢也是 说明产品呢 在不断地在进行 它可能用于 新的技术 新的技术改造 需要新的材料 等等 新的工艺 可以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通过这些 这个开设管理的故事 我们有表一下 利益相关 包括顾客 员工 我们的股东 以及非常多组织 我们的政府部门 商业的时候 我们都以企业公民地区 全球的新作变化 给产业的 这个 这个 太足迹 这个 太足迹呢 有几种层次的太足迹 那我们看看 左上角的图 它是叫我们组织层面的足迹 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 ISO14064 叫组织层边 达养 -1 叫公司层面的 站住机 也有呢 是产品的 右下角 它从产品生命周期 来 从我的原料 进食火来 到处产品 消失去 甚至到后面的 使用 报废 处理 等等 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从产品化碳来排放 为什么 你们觉得 在中国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 这个行业 消耗 人员最多 哪一个行业 排放到产品化碳最多 这我们中国的发展 接到是这一个关系 大家知道吗 实际上 在我们中国 你看 今天建的房子 是不是 过几天 今天建 破了个马路 过几天 它又敲了 是不是 在我们中国 来说 能源浪费最大 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 就是 建筑施工 基础设施 我们中国所造成的 废弃物 很像废弃物来说 百分之之的 95%来自于建筑垃圾 这个垃圾能不能回收实用吗 你想想想 水泥有没有回收实用吗 大部分都没有回收实用 是不是 这些建筑的磁砖就敲了 本来是好的一块磁砖 一装修全敲了 有没有用吗 有不能用 而且这些建筑行业 都相对来说 耗了大部 是不是 磁砖是什么做出来的 用高粘土 加上一些添加剂 加上光油等等 加上一些印刷的东西 都在里面 那这个 经过高温 烧制出来 水泥呢 也是一样 是不是 石灰呢 也是一样 是不是 建筑铁 钢铁 这些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产生了大量的耳氧化碳 所以 为什么这几年 国家一调控 净数是一调控 利润钱 投入到就是这些钱少了 是吧 那这些行业慢慢的去悬出来 疲憊状态了 那钢铁行业 都是一样的去做企业的探索金 对产品来说 对产品来说 我们已经有探索金 现在目前的探索产品 主要是针对于一些 我们的消费组织集团 还没有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升值 那有些食品有做的 有发送品有做的 有小家庭产品有做的 那东一业探索金的制作非常复杂的 它能够把一个产品串起来 可能会有几十个相关的企业 那这个相关比较复杂的 那目前我们面试 我们来一波所提供 我说我们所提供的 主要是针对于企业探索金 以及产品探索金的办法 探索金 那对于我们Google Mark 来说 主要还是针对于 产品探索金的办法 那这个我针对虚线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探索金的 我们的接铁的边界 我们是怎么知道某一个范围 它要安排多少呢 肯定跟它的范围一样 只要你们现在做什么 企业里面做什么 管理系统是不是 但也是根据现在的范围 产品的范围 我的厂房的范围是不是 和地址的范围 1064 这个标准 不知道赞同各位有没有 一些有听说过 ISO141064这个标准 ISO1410 实际上分为三个标准 ISO141-1 实际上这个标准呢 就指的是 企业 就是那个组组层面 它整个的 IO IO排放的一个 周边的标准 叫温质器 或者全称来说 叫温质器 排放管理系细 ISO141064-20 什么呢 我们可能是 那个左边的 1016-1是 排放 是 排 那1016-20 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能是 可能是 指的是 我们有些特定的项目 怎么去减少来的排放 比如说 你们有没有听过CDM吧 清晶发展机制啊 听说过吧 比如说 我种树是不是 或者说 我用太阳能 这些都是特定的项目 公司里面的特定项目 来做一些 我们的 就是温质器 介绍温质器 排放的一些项目 这些叫 我们这个 实态管理系统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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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在干话认真的时候 我们的尊重区域要求 比如说 什么的资格的要求啊 我们什么的损责呀 我们的 包括的编辑方式啊 等等 这要求 这是最基本的要给大家知道 那对于一个 一个组织来说 或者一个 一个组织层面的叛徒器来说呢 我们最关键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边界 那 这里面有个 我也决定这个图出来吧 有 总公司下面有 四个公司 那四个公司 有部分呢 包括建筑过是出来了 有部分呢 可能是自由的 那我们怎么确定我们的边界呢 是 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范围之类的呢 比如说组织的啊 那 这里面讲车队 那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啊 但是如果说 我们车队 假如租的那个上下班 有没有上下班的运动工具 是不是属于我们呢 我们要坚定清楚 有可能 他每天早上帮我们送过来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下班的时候把我们系走 中午上可能还会用 是不是 那这部分 哪一部分属于我们呢 那我们要有一个 接力清楚哪一部分属于我们的观点 啊 所以这里面会 要需要我们接力清楚 每一个 组织 他如果要做 ISO1400 六四 当一 就是组织层面的 为了其他办法体验症的话 必须要接力清楚 他的边界是什么 边界是什么 那第一排放来说呢 有方位三统类体的排放 第一种是这些排放 我来说什么 来说 我拨链是吧 燃烧煤炭 燃烧器 还有 然后反正会释放出 相关的温度系列出来 这是叫直进排放 还有 我们现在间接排放 什么叫间接排放 比如说 我买回来的电子 是不是 那我在我公司里 看不到可以给我排放吗 看不出来是不是 那这叫间接排放 但是实际上在他电子 生产过程中已经产出了 二氧化炭 是不是 还有我们需要 其他间接排放 我出差 我坐飞机 是不是 那飞机会不会产生呢 第一 我来说可能是坐了飞机 我可能会也会产生二氧化炭 是不是 所以你们在蓝行的那个 那个那个 登记牌里面会显示出来 后来在协程网定订机标的时候 会提醒你 你这一次 即使出行 已经产生多少二氧化炭出来了 打一张登记牌 产生多少二氧化炭出来了 这是叫什么 其他间接排放 我们要 如果我们计算 我们这个组织层面 有多数二氧化炭排放的人 那这些东西 都要包括自己排放的 要包括间接排放的 还有其他间接排放的 都要考虑进去 在我们设定的范围之内 边界范围之内 去进行盘查 那这里呢 我们怎么去盘查 实际上 我们讲二氧化炭肠 温质气体 但是它主要是 二氧化炭肠 以代表的 一些温质气体 在这里 不同的温质气体 它不同的 在全球温质 变了气数值 那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参考区 但是有些是 放股数的放股数 比较大一点 那我主要讲 这个是间接排放 那我 我 我买 我这公司一年用了 六千 六十六万多 千瓦的 电 来 那每个电 每一个 每一千瓦斯 我按照 我对华工来说 是0.83 尤其 比如说 对于 这个 南方电网来说 0.623 它才能这么 外放出来 那这里面 外放 全球配点 水分一 那这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 叶利卡的 我这个公司 对 用电 所产生的 外放 然后它能排放 当量是多少 那这里有一个小1 是吧 只是当量 那 第一 二二的来说 简单 1 那其他来说 都要乘三个系数 相当来乘三个系数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就是根据我们的分子 分子量 一些 一些分子出来的 那我们是根据 我们用 直接排放 比如说我们 燃烧多 煤是不是啊 燃烧多 柴油 用多 电 等等 然后把每一个 我们的 排放源 到时候产生的 它当然 进行通知的方式 把它进行出来 那所以 我们这里面 会做出来 会有一些 排放的清智出来 不同的点 然后排放多少 包括你们看现在 那个 因为这里面 还以下我们 对电子厂来说 也会用比如说 电焊啊 是吧 还有一些这个 呃 第一企业来说 普莱黑化焚磁啊 这都不才能 奥氧化碳的那些 它说每个点 全部找出来 还有包括你们现在 做 用的 机器用的 润化油是不是 这都是 这部分都要算出来的 一下一下 每个部门 他自己做 可能会排 啊 一般的环境就不要 比较好一些 就用电空调 再简单一点 是不是 但是对生产单位的 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他每个工具 不同的机器 他用激烈用多少多电 要换算 为什么要把它说出来呢 我们到时候 才知道 什么样的设备 什么样的部门 由 挖压化碳排放 使用降低的空间出来 遭到继续的对象出来 我们做新的问题呢 一方面是 计算 外面还找到对应的 我的源头 咱们解采它 那 左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 目前说出来 是目前服务部的一些 大的 像是大的洗宝 大的劳定本啊 包括伟创啊 包括统一啊 包括PSA 这些大的公司 我们还包括英丽太阳门 我们做的项目啊 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所以是湾太阳的公司了 啊 那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呢 因为今天有 这种企业 又来自如 乌康 有 有 有隔离的是吧 有这个美迪的 还有自高的 啊 还有没有教导名 看着我少了一点啊 那现在我们在和 那 英丽这个项目 就是和WWF 就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合作的一项目 那自然自然基金会呢 它现在在中国 就是英丽呢 中国第一个 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 碳排放先锋的一个企业 由我们来源公司提供 这样呢 一些前期的一些 比如说培训呢 指导房的工作 以及碳处记和雷效的管理 以及我们的温度性谈关系认证 碳处记认证 现在我们现在 又往服务行认证 刚刚说 一例子指的是 制造会议的代表 现在我们正在和 万科 在生态社区这一块 WF也和 来源公司合作 和万科在合作 在建立 这个 碳 减排先锋的项目 那钱谁来出 钱 那他就是说 我们要服务全都来出 那不是WF出啊 WF就是说 我会公告这个项目 然后接触这个项目 就进入了 然后最后呢 受牌一个碳解锋 先锋的这个 排名片里面 一定是中国 是中国第一个拿到的 那我们以前 你们可能公司里面 从你们 从人校的 基省的费用里面 过去设计路上 然后再做一个 这样的一些基金 那请我们来 再组织做这样的一些服务 如果再需要 在建筑设计这一块 因为万科这一块 还是在建筑设计的问题 是吧 还是在建筑设计的问题 还是要 每个家庭的 使用的一个指南 指引 怎么行 减少 电脑 人员消化的问题 还有 这个环境的一些 这个 设备的问题 设备的问题 不说于这个 它的 排查的方式 那中国排查 中国我们的文艺 市场积极 我们的现场验证 那这里面 我们会催进 这样的一个 授权的 证据 基因 之所以 组织层面的 探处机 就是公司层面的 探处机的 验证的工作 这里面 中国的环境 就是 天业的 指令 以及我们的 碳盘查 这是碳盘查的 骑测 那接下来 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的 所谓 碳足迹的部分 产品碳足迹 那目前 我们 刚才我们同时 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 发现碳足迹标准的 最终的 国际化的标准 还没有 比如说 ISO标准还没有 最终发布出来 就是 ISO14067 现在来出于一个 DIX版本 就是超高版本 超高的科技标准 那 现在目前做了一个多的 就是 第一个 PASS 2050 这是一个英国的标准 TRAFT 有这个 DEFER BSI 这类的标准 那这个呢 包括产品服务 那一方面 包括之类的 那目前呢 就非常认可的 一些 发展在英国 韩国 加拿大阿拉利亚 这些 台美国家 这是在 英年 曼国家 用的比较多一些 多一些 第二个呢 认可的比较大 就是我们的 BPS303 BPS303 这个标准呢 是法国的标准机会 起草的 那 现在也是针对于 它的消费品市场 也是有这样的拼命标准 那 从2010年的7月1号开始 在货架场 在法国超市里面 大超 大商场里超市的商场里面 展示的商品 都必须要有 碳标准 就是这个标准 去年的 但是不是说强制性的 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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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2010年7月1号开始 那这个 PPS2050呢 是在09年 对于 每年 用 换作的用电量 超过 六千万瓦时的 千瓦时的 那个 那个 企业 有这样的一些 通过 PPS2050的碳标准研程 比如说 我做建材的 是吧 那这个可能 用量特别大了 还有大的商场 大的学校 把它做于服务的范畴 那这也需要做碳标准的 我们还有意思的 我们也做了一个碳标准 上次那个王立宏在北京去年 在北京开 开那个 典当会是吧 邀请我们来一个公司 我们帮他做一个碳桌机的盘查 然后授权一个 王立宏 各有 各有会 发一个碳桌机的生命处给他 哇 这个 在这个 这个各有会里面 总共排放了多少 多少吨的 还有上次百度开会 百度每年会开一个什么 董事物会议之类的 那这个开会 他要买了我们的服务 说 产生的产生多少 大量发展出来 这个会议 因为它是单个构体的 刚刚说碳标准做到的时候 这是产品碳标准构体的 分以形化的一个model来的 那还有台湾的 目前也会有自己的 台湾的环境环境环境署 有个FPCF-ACT 这个碳标准的一个字 日本也有它自己的TSQ-0010 那这个呢 我们最终呢 会慢慢的整合在 会在BIS-14067 这个调整的 所提的 刚才讲的 14064是组的层面 这是针对于产品 产品的 那我一个产品 我 产生的 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会产生的 二氧发展的一个排放的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看主机呢 我们计算的 一样的方式 一种方式呢 我们说 B2B的 什么意思呢 BISIC BISIC 工厂的工厂的 那后来我对后面的 比如说 它的使用啊 处置啊 再存款 那部分呢 我们没有重力考虑 还有B2C的呢 就是说 我买的消费者手上 以后我的整个的过程 我们都要使用 因为 你说这个在 整个的 我买个电池 电池流回去 是制造过程 排放的还多呢 还是这个 在使用过程 排放的多呢 那当然这个过程 在趋势来说 以前呢 就是那个 在制造过程中 我们比例呢 会高一些 会并不是 完全是55% 可能是30% 或者70% 在准备中期里面 但是慢慢来说呢 现在来说 我的制造过程 这个蛋排放的 慢慢地在減少 在使用后再增加 所以两种情况 那怎么去做呢 我们说 每个零部件 那因为很多供应 很多这个 这个零部件 那我们要的零部件 每个零部件 它才说 本身说含有的 就产生二氧化碳 然后进行 换计算 复杂的计算公司 我们应该给一个软件 来计算 最多的产品里面 它的二氧化碳的 排放的当然多少 然后再加上 运送 储存 使用等等的过程 所以最后的 回复处理 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还要发生 排放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说 这具体图机的保存 大致的步骤 大致的步骤是什么样 首先是选择 固定的产品 就已经确定 我们变建计算是一段 一段一个 因为B2B 通常 企业到企业 要是对消费者的 然后 目前我们 爭取它的生命周期 循例 我们的排查新单 然后公司和开会 然后收集下的数据 然后最终 在公确定这个产品里面,在生命周期里面, 对于B2B和B2C的生命周期里面, 把产业发展开放的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大致的一个流程, 最终我们也会发一个产品的生命书出来。 类似呢,实际上做产品探柱机的盘查, 相比于组织成员产品来说, 要更复杂一些,更细致一些。 因为组织成员是比较粗矿一点的, 但这产品来说呢, 因为第一个小家的产品, 或者说做空调的产品, 公司里面几十种形化的产品, 是不是? 我们公司如果做粗子产品的, 可能是一个种的, 所有的形化放在一起, 但第一个产品怎么就分解? 这也是要去基础的。 怎么分解呢? 每一根产品来说, 比如说, 这个办公楼, 财务、采购、市场、销售这一帮人, 它服务什么? 服务所有的产品, 是不是? 那怎么去分解呢? 那这里你要看它的生产计划, 它的销售量等等, 我没有一些计算的公司出来, 那这里我想去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通过企业开拓结业也好, 或者做的事情开拓结业也好, 我们首先呢, 我们对企业能够这样的可思去发展, 增强我们的绿色信用, 能够通过以二氧化碳, 或者二氧化碳的当量来衡量, 我们这个企业可以完全的影响, 能够通过量化的指标, 来管理我们的排放的水平。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探管理, 探出去的计算, 以及我们的认证认证的工作, 最终的目的呢, 是实现我们的成本纪约, 现在, 他教我们的产品呢, 作为一个环境维化产品, 销上市场, 到最终客户论口。 客户计的一半呢, 越来越重视这个, 环境保护的工作, 环境保护的工作。 那从这个整个的, 他们管理的策略的一些行动来说, 首先呢, 我们从公司层面提供一个评估, 然后整个另外的资源, 管理者也要亲自的一些, 参与到里面去, 支援我们公司的一个政治战略, 从供应验囊来说, 我们公司的公司调查, 他的产品, 他的这个, 他的排放, 以及他自己的, 治理他自己的一些看管理的计划。 第一, 有了这些数据经营评估以后, 我们进行验证的工作, 包括说, 你们第一企业公司做一些验诊的工作, 现在这样, 沃尔玛要与富士康做, 富士康要与富士康做, 那我们去年也做了很多关于, 富士康的, 奇美供应商的这些, 这些, 这个碳排断的工作, 然后再向外宣传, 你这个碳的这种理念, 碳光的这种理念, 最终呢, 我们把计算上来的, 碳排放计算上来, 可能因为这个企业, 减少了多少标准水平, 可能这行业有一个标准水平, 在下一个标准水平呢, 可能我有一个, 减少了多少二样化单单排放, 那会减少做, 减少了二样化, 减少了二样化, 有什么用呢? 一方面, 一方面利不及能的, 是不是? 减少了, 减少了一个, 这个人员使用, 另外一个方面呢, 其实很下来, 也可以卖钱的,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现在有人员交易所, 广州制裁准备成立, 有一个, 方便是广州制裁人员交易所的, 在青海有人员交易所的, 从今有人员交易所的, 那你即使人看, 可以拿去卖钱, 有可能有些, 有些, 有些行业, 他还要买到台湾多的, 是不是? 他还花钱去买你的这个, 份额, 有这种交易, 那中国也是在, 中国走向的过程当中去, 谁扫牌, 谁授业, 最终呢, 从根本上, 从整个供应力来说, 能够保证我们的, 整个的, 低碳的, 策略的, 完善与实施, 刚才我讲的是, 刚才放到, 放表属, 我讲了一个, 我超时间的, 给我这个放表属, 那, 其他个部分呢, 就是讲了一个, 都是关于那个, 碳, 足迹的, 包括这个神殿的碳足迹, 和一些, 产品碳足迹, 那碳足迹的时候, 因为我确定我们的边界, 然后进行排查, 有一个排查清测, 然后就用我们的验证, 然后, 有一个验证的证书, 申定书书的, 那接下来, 我们的, 怀民机构, 我们的, 这一款, 这一款, 第二款的, 再代查验证, 到我们的公司, 实际上, 已经, 昏褲所引起到, 再代查验证的时候, 就是说, 哪些产品呢, 需要一些, 循环的一些材料, 那现在国机场呢, 有相关的一些标准要求呢, 就是在标准, 它选用的材料里面, 有一个材料存在, 比如说, 然后, ISO14021, 这个就是, 环境标准与生命, 我去年, 我亲自的也做了, 这个, 两个项目, 关于, ISO14021的, 关于文具产品里面的, 一些标准, 一些瓶子, 就是我教续瓶子的, 它需要要求是, 要有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这个, 要和新冠数量, 那我就, 经用这样的验证方式工作, 把同事们租会给这个企业, 你们这在哪里面, 中国有什么室官标志是不是。 现在看室官标志是不是, 油漆里面, 现在看室官标志是不是, 那个也是ISO14021的, 完全标准的翻炒。 还有, 还有,蓝天使在三个商机里面,它有一些产品都要大于80%的核心核心材料 第一,刚刚说,TCO里面,它也有Quality显示器来说有50% 整个在电脑的信息里面,台课机里面,电脑里面也大于65% 第一,白米来说,Ebit IE,2008年里面,规定了,就是说我要达到5% 然后是台湾的MeanMark里面,它真的比较有越大于50% 有这样的一些高度的要求 那来一个故事呢,根据这个过去的趋势,在这后,MeanMark里的要求,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在电脑里面的储物 那我们其实针对一些大的一些生产企业,比如说联想,红机,苹果等等,这些企业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在电脑的验证服务,整个到我们的MeanMark里面去 它对消费者在采用产品的时候,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说,比企业也更高的要求 那这个标识呢,会提供在产品报告里面,以及我们的验证报告里面 所以用了多长百分比的,再生材料做成产品的 那目前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比如GT,就是我们QQQ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用到哪个地方可以,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用啊,这些东西啊 甲发,那我这么一代啊,甲发,大概可能大部分就是甲,那个战胜材料 用旁边的评测回来,为什么会做出来的啊,拉丝,成型拉丝出来的啊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拉链,也大部分是战胜材料的啊 还有我们的塑料,我们的那个胶粒啊,在我们公馆这边,可能账目桌的一块 有很多一些那个什么,做胶粒的工厂,是吧 它很多会发挥回来,然后进行加工的 那我们其实去年,我们也做了好几单,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验证工作 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做Tucatumet 它也把胶粒给你拿回来,然后进行加工,欺骗,然后再申请 然后在麦克星上的数字上去,他就说,加工好 他也会做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法制用的材料 继续准备欺骗,护料等等 那在今年1月2年啊,2012年的那个,南美式渐分的时候 80%的运动员穿的这个球衣啊,都是可战胜出来的,100%战胜出来的 那我们呢,先目前呢,是针对于这个打气环业,电子股业 纺组行业,星较行业,玻璃制度行业,精度资料行业 那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栽生指标的一些服务 包括,这样主要是呢,相当于在提供验证的同时,我们会做一些测试 因为你,循环次数多了,也会出现问题的,啊 它的有害物质呢,会高了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在验证的同时,我们会在现场和冲击相关的样品 来验,做一些,配合我们的化学检测部门,做一些这个,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多了年本方面的一些检测 做一些,做一些中心处方面的检测 那最终的目的呢,是符合到,比如刚刚提到的 IE1的1080的要求啊,包括这些,有些LOS的一些要求啊,等等 它满足这些要求的情况下,同时你的百分比的保留的情况下 让我们再用这样的检测 据流程呢,比如说,我们的原料,不进去,加入了HP以后 在我们的测试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这里面做,呃,战略材料验证的不经营 是一个细细流的一个管理 毫子也是一个,无量平衡的概念 叫Material Balance 这里面,损失的多少,报复的多少 然后,有多少是从投进去 多少是我们以用的产品 包括说,原材料办成品 它这里面呢,就需要什么 在整个过程里面,非常详细的追溯系统 非常详细研究的计算 这个计算,课算,登基基础计 那我们整个项目的过程就是说 我们要,项目启动以后 我们要进行安排出发,公司开计算会议 确定给边界,选择什么样的产品 然后文件审查 然后现场去审核,采样测试 然后最终呢,我们会发这个 那我们每年会在整理这个项目呢 在做一些跟踪验证的工作 那这就是我们 同时做什么的 这个 图片 那最后呢,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篇书一段 我们还会有一个中文的报告 在报告里面,我们会去到 你之前的状况,以及 用这个战争指南以后的状况 回收的比率,还有对于产品的情况 规格,数量 还有,这里面我们通常要不需要 在西纳市省的时候 不要有些资料可以 比如发飘啊,运行记录啊 有一个道路啊,追逐系统啊,等等 来显示 证书,再来验证的一个 可靠性和确确性 最后呢,会一块一个试验书 出来,那一简单指示 我们是我们的官司 在我们验证的证书,那现在呢 我们会,就在我们的公司 里面后呢,我们会完成更详细的证书 那,通过这个证书 那,通过这个证书 那,我们就要是 建立一个环华的形象 增加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使我们产品能够有竞争优势 吸引不动环华的工作 那,这是我们已经 已经办公了一些 企业的一些名单 这里包括,房子环业大爱 另外,你们在市场里也 也见到这种 就是这个毛毯啊 运行的毛毯,它有部分就是 用的是,放进这些品质 回收过来的 盖到我的身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那个 其实就是,就是放进这些品质回收过来 做的毛毯 我有幸拿了一条,上次去台湾的时候 那,包括文具行业 就是在我们的江苏新达 有一个文具行业也做 然后,电信的联想 有一个文创 还有一些做原材料 就是刚刚说,东方东美 也做了可喜欢材料的验证 那,通过我刚才 翻译了一个再生材料的验证 主要是一个物料品能的概念 咱们就知道 在整个团团上有多少 可喜欢吃了 在使用,同时保证 我们的产品最容易排放 或者说有油爱物质的这个 这个含量 控制在我们的 这个产品区域的方式内 那,通过我刚才讲的 那个探厨器的介绍 以及可站在台的介绍呢 希望我们共同用一个 这个环保感就好了 今天,好,谢谢各位